- 嗨,我是麥教練 那你在球場上還在被對方的假動作牽著鼻子走嗎? 那又或者是你想當一個球場上的魔術師來玩弄對手 沒錯,那今天我帶大家一步步了解這個騙術的世界是怎麼運作的 那我們開始吧 好,那還沒訂閱的朋友記得趕快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因為這幾集我會講很多相關於假動作、騙術的相關的教學 如果你趕快知道、趕快學會 相對你就可以提早在球場上玩弄對方了 好,那首先呢我大家不喜歡把這個騙術啊 把局限在一些很特意很高超的一些假動作 那這些騙術呢就包括在我們生活中啊 然後在羽毛球場上啊 其實很多都可以同用的 那就看一些武俠片啊 還看到有些,欸? 有些對手他可能稍微奸詐了一點 那假裝呢一開始好像沒有準備還跟對方聊天 對,然後在對方還沒毫無準備之下呢 還跟你聊天的時候突然去戳他的眼睛 那這種呢其實也算是這種騙術 因為我們騙術的真理是什麼 那他就是吸引到你所謂的一個A注意 好,當你注意到之後呢 他又馬上打一個所謂的B球路 對,那我們就包括啊 我們在可能在看一些 因為我本身是喜歡看一些籃球比賽的啦 那籃球比賽的騙術也是 我看到也是很多的 那譬如我們在運球 然後看著這邊 然後突然我傳這邊 對,那這種也算是這種騙術 那今天我就來教大家 如何去做這種假動作 好,那當然啦 你在做一些騙術的同時啊 那有 但是你的基本功一定要到一定的水準 那你的動作才做起來才會相當的流暢 那不然就是給自己來製造麻煩 好,那我今天就來教大家其中一種假動作 把他取名到所謂的方向的欺騙性 那這其實顧名思義啊 就是我們要製造什麼效果呢 那就是會製造給對方一個所謂的方向的錯覺 對,那當然啦 有時候你可以 你可以是 說所謂的是欺騙性的 有時候可能是 有時候可能是 真實的 那當然是在那種真實跟欺騙中交錯 然後對方就會 就會 不知所措了 好,那首先呢 那我們就 先擺出我們的球拍 我們就假裝好像要放球 那今天我們就 由一個方向來講就好了 那當然啦 我們今天的球拍 如果我們是擺一個直線的呢 那其實相對來講 對方的注意力是什麼 那當然就是 你可能要去放直線了 那這時候呢 你吸引到對方好像要擊球的時候呢 那你突然去 勾個對角 對,那這時候呢 他就是成功會吸引到所謂的A注意 他好像要放球了 突然去勾個對角 那這個欺騙性就出來了 對,那相對來講呢 那我們 可不可以說 我們擺出一個所謂的 一開始擺出一個對角的感覺 那其實也是可以的 一開始我們可能 我們不要說這麼誇張 我們還要看著這邊 但是你給那感覺呢 就是 我好像要勾對角 我們這樣球拍就不要去 好像用放球的感覺 他就把它拿起來 好像要勾對角 然後這時候呢 你突然去放個直線 那這時候也是有造成一個 所謂的欺騙的效果 就我們所謂的聲東即西的感覺 對,那就是 你先注意 吸引到對方一個所謂的方向性 欸,我好像要直線了 又或者是我好像要對角了 然後呢,再去打另外一個方向 當然啦,有時候 你騙人多了之後呢 那可能對方會有一些防備 那這時候呢 你就比如說你放直線 那你真的打直線 那對方可能還會去 稍微去注意一點的對角 那這時候他就可能 稍微會比較錯亂一點 好,那我就用接下來影片 來給大家示範一下 好,那首先呢 他就是一個 放直線的一個動作 那大家去觀察 我在截球前 那個 最後那個瞬間 那我是什麼動作 最後一刻呢 都感覺好像要放直線 然後出球那時候 要去做個變化 那當然啦 我這就放過來了 那你一開始的時候呢 我們做個可能 因為要勾對角 然後再回放一個直線 對,那就是看你 一開始做出 怎樣方向的動作 那你可以是直線 那也可以是對角 好,那當然啦 你什麼時候是 最容易去 騙到人 就是你的 球拍跟球啊 你也是要離得很近 好像要擊球的時候 去做變化 那這時候是 比較最容易去騙到人的 那這個當然 你要去 基本 除了基本功好之外啊 那平常的球感 也是要有一定的程度 你就不能說 離球很遠的時候 你開始做動作 那這個效果就是差的 那就記得 我們動作要小 好,那正手也是同理的 那我們現在一個好像 正手放直線的動作啊 然後可以去變換 人家直線啊 還是對角 然後我們可以去觀察一下 好,那這就是勾對角的動作了 那 用勾對角的動作呢 然後去變換 一樣也是可以 就是你可以是真實的 就很 單純的是 打個對角 那當然你可以去變化直線 那這個是 是所謂的 這個是所謂的 做A打B 那當然你可以做A打A 這邊就是可以看你 當下你的想法是怎麼樣 好,那現在這個動作就比較隨機了 就是有時候你拿起來 可能是個對角的動作 有時候可能是直線的動作 那有時候你是 跟你的方向是 有時候跟你的方向是有變化的 所謂的真真假假假假假真真 所以你的變化越多 你的對手就越難去揣測你的球路 好,那除了動作的方向 以及球路的方向 那我們也可以 變換一些球路 可能你可以包括像推球啊 挑球啊 對,那這個都會牽扯到 我們之後可能下一集啊 或我會講的內容 對,那這集先表 我們先專注在你動作的方向 就好了 最主要我們的動作啊 就會吸引到你的什麼注意 然後讓我們 我們再去做一些變化 然後這樣子它就 這個 這個所謂的假動作呢 它就是能做的 更好了 好,那學了這方向的欺騙性之後呢 那之後 如果對方呢 來做出一些特定的動作 比如說他好像要放直線 那當然你心裡有個防備 他可能也會放對角 可能會有變化其他方向的 對,那相對來講 他可能是擺出個對角呢 你也要有所保留 好,那今天方向的欺騙性就交到這邊啊 那有時候假動作很奇怪啊 就 好像你今天騙了他一球 那之後呢 他沒球了 他就會 開始很注意你的假動作 對,那就是所謂說 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草生 所以你之後呢 你可能一打球 你就算沒有騙他 他有時候都被自己騙到 好,那這個假動作要怎麼破解呢 那有些人說 你被騙多就知道了 但是我是覺得說 這可能只有 對一半而已啊 那當然啦 除了被騙多 你看了多之後呢 那當然還是要所謂的 你要去了解這個假動作 還是如何去騙到你的 就所謂能試就能破 對,你要先了解 他是用什麼東西來吸引你的注意 甚至說你自己可以做出來 這樣子呢 你才能去了解他 然後才能去防備他 好,那今天教學就到這邊啦 那記得還沒訂閱的朋友 趕快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那我下一集呢 會教另外一種 所謂的假動作 來去吸引到你的其他的注意 對,那我們下集見 拜拜